耶稣既然是神 神根据第145章第9节 说神是对众生也好 对所有受造物都有慈悲 这个说明是慈悲的 而众生受苦 神也是感同身受的 这个不是我说的 出谷记第3章第7节说明 I know what they are suffering 我深深感受到 feel到他们受的痛苦 还有这个以赛亚书第63章第9节 就说众生受苦 神都受苦 耶稣就是专门跟那些边缘化分子在一起 他永远都是站在那些被人踩 被人剥削 被人奴役 被人边缘化的分子那边 在现今世界上最受边缘化最受浅踏的 当然就是动物 就是数以万亿计的动物 每年有数以万亿计的动物 他们整世人就困在一些很窄的笼子里面 备受这个煎熬 剥削 玩弄 这个奴役 这个施以哭刑 那些又强奸 又那些侮辱 又来煎皮擦骨 生汤 来吃 当然最惨就是这帮动物 是吧 有很多动物其实是强壮过人的 好像牛啊 大笨匠啊 马 猴子啊 又或者是 敏捷过人的 其实那些什么 雀啊 雞啊 都敏捷过人的 兔子都敏捷过人的 是吧 羊都跑得比人快很多了 但是呢 面对人类的高科技 人类的枪炮 人类的电棒 人类的货车 还有人类的狡猾 那这些动物是完全是 没办法帮到自己的 完全无助 是吧 所以呢 耶稣就说了 在这个马太福音 第25章第40节就说 我老老实实跟你说 你帮任何这些弟兄姊妹里面 最弱 最弱 最微小 最卑微的那个 你就是帮我 那这些 那就是说呢 耶稣是真是帮那些 基层人士 和动物的 受剥削 受压迫的人士 和众生 这个我们看回人方面 人方面耶稣就和那些社会所 那些歧视那些 歧视的人 好像那些 圣工作者 衰利 就和他们一起吃饭 其他人都看不起他们 不肯和他们一起吃饭 这个马太福音第9章 第10节 说得很清楚 耶稣就是医好那些 盲的 浓的 笔的 坦的 有做同情的那些穷人 有个寡妇 有个阿婆 穷到孔 他去那些教堂那里 去圣殿那里 捐献 捐得 两元鸡 被人笑 耶稣就说 他两元鸡就是他所有的财产 他捐的其实多过你 你捐2亿都没用 他捐的其实实际来说是多过你 耶稣怎么帮动物呢 耶稣譬如在马太福音第10章29节那里说 两只麻将买一鸡 但是没有天父的允许 任何一只都不会跌到地上 还有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4章第5节又说 就是说当时犹太教就说 安息日是不准做事的 还有不准救动物 但是耶稣就说 你们哪个有人有只雷仔 有牛仔 跌到坑那里 就算是安息日 你都会拔回它上来的 救动物如救火 还有一个科普特的残稿 就是科普特的残稿 就是科普特圣经里面的残章 这个是由古代流传下来的 里面有一段东西就是这么说的 就是说耶稣救了一只雷仔 那时候耶稣就跟那些门徒上山 走一条斜路上山 撞到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在压着一只雷仔 那只雷仔在背着很重的货 后来那只雷仔受不住了 货太重了 跪下了 那个男人就很无量 拼命鞭打那只雷仔 是吧 就好了 那个耶稣就出手了 很阻止了 他说喂老友 干什么打一只雷仔 他说你看不到一只雷仔 瘦瘦瘦瘦 哪里背得这么重 他不信 你不知道他痛的吗 但是那个男人就说 关你屁事 我喜欢打就打 他是我的财产 他是我的 我出钱买回来的 你不信 你问一下你这些门徒 他们都亲眼看到我买回来 买回那只雷仔真金白纹 买回来的 干什么不能打 那么耶稣的门徒 竟然就说 耶稣问他们有没有这样的事 那些门徒就说 是啊 那些我们真的见到他真金白纹买回来的 那么耶稣就说 难道你听不到那只雷仔在身淫惨叫的吗 你没有耳朵的 你没有看见他流血了 但是那些门徒 就不是全部 有部分就说 没有啊 我们听不到啊 那么耶稣就真的很激气了 耶稣就大叫 你没有搞错啊 你又大麻烦啊 那只雷仔向天父求救 惨叫 你就扮听不到 你又大麻烦啊你 还有你啊 就是他指着 刚才那个就是指着门徒 后来就指着那男人 你还大麻烦啊 那只雷仔现在向天父投诉你啊 投诉你啊 投诉你虐待他啊 那么 那么跟着呢 耶稣呢就去 虎摸那只雷仔 那只雷仔呢 就站起身 他们的伤口就埋好了 就是耶稣又行神迹了 耶稣跟着 那男人说 他说 你 你生生生生生上路 以后不准再打 那只雷仔 如果不是呢 上帝不会怜悯你的 就是这样 那么 甚至呢 我们也说过了 耶稣呢 就是为解放动物而牺牲的 当年耶稣去圣殿掃墙 就是圣殿那里 有很多小贩 是买卖那些猪牛羊鸭 用来祭神 生汤祭神的 这个马太福音第21章 第12节有说的了 但是那些 那耶稣呢 就赶走那帮小贩 解放那些动物 但是那帮小贩 背后的金主 投资者呢 就是那些大祭司 和那些律法师 那耶稣断他们的米路 阻止他们的法财 那他们就 含恨在心 就是根据 马可福音11章18节 含恨在心 于是呢 就去 罗马人那里 捉耶稣的背脊 要整瓜他 那总之呢 就是 这些 耶稣呢 耶稣呢 根据这个 根据这个 罗马书 是吧 和这个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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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节就说了 这个 神呢 就是 就是 住在耶稣基督身上 神呢 就是 用这个耶稣基督呢 来把众生和神呢 就是 修和 和解 那就是说呢 那就是说呢 不是就是说 那里讲得很清楚的 神呢 就说呢 这个耶稣就利 神就用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补血 和这个众生 和这个众生 讲和 那呢 就是说呢 这个 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九节呢 就说 所有那些受苦受难 那些身淫的众生 就会得到解放 那这个 所以耶稣 你那个 在十字架上的补血 不但只是 救赎我们人类 亦都是救赎众生 所有动物的 那所以呢 呢 根据这个 英国的神学家 这位 安德尔·林斯教授兼牧师 他的结论就是说 我们 身为基督徒 或者是 就算你不是基督徒 你是想做 活出耶稣的样式 活出佛陀的样式也好 是吧 你都要和上帝合作 一起来到解放动物 解放动物呢 你自己可以保平安 亦都是可以提升你的灵性 这个 这个就是 总之就是 这个 有益众生 有益自己 何乐而不为呢 是吧 这么着数的事 那么懂得精的你 一定会 逐步开始掃食 解放动物的 好 我们一方面解放动物 一方面也叫解放香港人 多谢各位收看 各位香港手足 保重啊 God bless take care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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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